哈喽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走势 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以标普为例 今天比昨天的收盘点位稍微低开了一点点 在昨天的低点附近获得支撑 整理之后呈现了一个单向走高的格局 在尾盘的阶段和前期的高点附近 2596点,将近97点这个位置 预阻回落,尾盘有一个急速杀跌的过程 但是最后的五分钟有一个强力拉抬动作 目前的收盘收在2594点 总体上来看的话 今天的盘面走势还算比较强劲 那么银行股的话下挫的比较严重 但是科技股涨势进行了一个抵消的动作 另外就是今天税改又再次遭到了一个推迟 原来参议院的周四想出参议院的版本 但是到现在为止不能够推出 可能美国财长也暗示了企业税的下调 有可能要延迟,也就是说不能够马上就调低企业税 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大家对这种税改的预期 税改的期望值可能达不到市场的期望值 所以说真正如果税改的法案通过了 但是并不能达到市场期望值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市场的一个反向 见光这个一个回折的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原油 原油市场的话 这个冲高了前期的阻力位58美元的位置之后 有所回折 那么在这个区间的话 预计原油会有一个整理的需求 整理过后的话 再关注它的最终方向性选择 总体上来说 原油近期的走势比较强劲 但是在前期高点的附近的话 我们还是提示我们的VIP会员 在冲高进行一些 这些仓位的一个减持动作 那么调整在即 我们把仓位和持仓的成本降低之后 再关注原油的一个 是否能够持续上涨的一个动作 那么黄金的话 今天迎来了一个上涨 总体上来说涨幅还不错 到现在为止在1283点附近 那么总体上来看 黄金依然保持在1275 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价格轴心附近 进行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么这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最终还是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的话 我们看影响黄金的几大因素 一个是北朝鲜 现在的话基本上悄然无声 另外一个就是美元 美元基本上在95点这个下方的话 基本上要进入到一个整理格局 另外一点就是大盘的恐慌性 那么对于大盘来说 我觉得在历史性的高点 虽然持续的创新高 但是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因为我们在10月19号 大盘进行高位抖动的时候 就跟我们的会员朋友提示了 在这个位置要小心 大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位抖动的一个格局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 要投资的话 要注意投资的一个开仓位置 对于前面冲高的股票 要保持一分冷静 切记追高 那么有一些低价位的品种 可以短炒 另外在仓位当中 要可以开始配置一些 看空市场的一些对冲性的仓位 以保持大盘如果突然间有反向打压的时候 保持我们的账户资金的一个平稳过渡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中文投资网 十盘VIP直播的收盘分析 咱们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